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饭店共进了午餐 之后一行人访问了纯昌香校 并在大成殿与纯昌香校典校柳阳西一起举行了焚香奉神礼 下午一行人一起来到孔氏中始祖墓前行礼 并了解了孔氏第六十四代中始祖的相关历史 之后一行人在仿圣村会馆举行了座谈会 孔氏大宗亲会会长孔焕 一欢迎韩国孔子文化中心一行 并介绍了来宾宣传部长全春花介绍了中心的主要事业 座谈会最后双方交换了礼物 座谈会结束后 一行人参观了仿圣村 仿圣村现居住四十七户孔氏后裔 村中既有获得爱国勋章的孔子第七十三代孙孔至凤先生的纪念碑 也有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秉哲家族的三孝阁 仿圣村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后裔孔东 在1594年人臣窝乱时入乡 后来形成孔氏集成村 人臣窝乱当时号称雪迹的冬字先生 从全罗南道和顺避难到此地 将村名叫做仿金村 1894年高宗三一年担任玉川首令李胜烈 觉得这里更像是一个寻找圣人的村庄 因此更名为仿圣 一直延续到今天